记者刘庆侯台北报道,45岁无姓男子,今日下午30左右,驾驶黑色BMW叫车停靠在同总府边港扫旁。 诸位警请他一致时,他先谎称车辆爆胎,随后一个大回转企图冲撞总统府,但因被水泥花台拦阻,车辆被迫停在水泥花台前,无难经诸位宪兵上前压制逮捕。 无难在中正义分局接受所调查中,情绪一直很激动,供词不仅反复,已有精神方面问题,也供说受到迫害,所以才会开车要到总统府,希望找总统蔡英文请求协助。 但警方查证中,却在对方身上搜出毒品安非他命两公克,怀疑有毒驾情形。 警方进一步调查,发现无难今日下午两点多,开车行进北市金山南路和济南路口时,先后闯红灯具逆向行驶。 被中正义分局中校东路派出所开了两张罚单,一是因此不满而引发事端,警方在做深入调查中。